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召開了防疫紓困記者會 很明顯的高雄市長韓國瑜他是有備而來 率領了各局處首長 針對攤商數名端出了振興牛肉 那麼從租金減半載到減免稅收 似乎是頗有要和中央互別苗頭的意味 不過雖然韓市府是急於施展拳腳 現在卻也傳出說紓困專車非常的掉漆 只有小貓兩三隻 那麼對此市府則是澄清了 只要民眾打電話到市府專線 就可以知道專車的班次 謝謝我們市府的各位首長 防疫紓困振興記者會大陣仗 韓國瑜率領了勞工局 金發局 以及財政局局處首長 向外界端出了紓困牛肉 各局處有備而來 一邊介紹還拿出了看板 就怕有所疏漏 民眾會搞不清楚 市場的公有租金的減半 目前我們已經減免了 大概二到四月六百六十萬 有四千兩百多位的攤商受惠 從租金減半減免稅收到宣稱全台最低利貸款 韓國瑜瞄準的目標是朝最基層的攤商庶民下手 疫情趨緩韓市府端出了振興商圈紓困方案 主攻庶民經濟 朋友和中央互別苗頭的味道 但牛肉上桌卻傳出 推出的紓困專車沒到位 注意不大 要去打專線 基本上都可以了解到我們紓困專車的 他的這個值班的班次 韓市府滅火之餘 也把身段放軟 不過話風一轉 韓到坊間傳聞 韓國瑜在少年時期進過關護所 則是拉高峰被駁斥 其實充滿了很多的烏賊戰跟不死的謠言 後來就發現了這麼偏離事實 簡直是荒謬絕倫 一場防疫紓困振興的記者會 看得出來韓市府急於施展拳腳 拼防疫紓困在罷寒冰臨城下之際 靜觀其變 記者綜合報導